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设定成功的思维模式 有篇文章说到 在畅销书作家 博恩崔熙的书中提到 很多的时候 我们认为自己做不到 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 缺把才能专业机会等等 但通常这些都不是事实 单单只是我们自己的 画地自现 认为我们要先拥有这些优势 才有机会成功 但崔熙说 我们需要重新设定 新的思维模式 也就是先去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然后努力去达成 这样才可能成功 原来相信是我们最大的力量 因为相信可以使一个人 摆脱消极的心态 学习胜利者的思维 因此成功并不止 属于那些特定人事的结局 而是我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它的 所以如果你有着阻碍自己 前进的束缚思想 这些负面 划定自现的思想 总是对你绑手绑脚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尽快 及时地抛弃掉 这些思维模式 并且重新设定一个新的 充满可能性成功的思维模式 而崔西也提到 即使是顶尖经营人士 都曾经有当菜鸟的经验 因此 我们要满怀信心 身体力行 直到梦想成真 最后 作者鼓励每位读者 一个人是否能够成功 都是开始于相信 因此 让相信成为你成功的动力 当你开始相信自己会成功 你就更有机会看到成功 亲爱的朋友 你也是一位相信你会成功的人吗 如同文章中的崔西提到 我们要重新设定新的思维模式 相信自己会成功 那么才更容易成功 在圣经中也有一位人物 透过相信的力量 成就了不可能的事 他就是雅各 圣经记载 在他舅舅拉班分财产时 他们约定 如果生下的羊 有班有点的就归他 如果是纯色的 就归给拉班 拉班听了之后很高兴 因为现有的羊 大部分都是纯色的 所以他觉得自己是稳赚不赔 但雅各做了一件事 他砍下的羊树 杏树 丰树 把它们削成斑斑点点的 然后用这些有斑点的树枝 做成篱笆 当羊来喝水和交配的时候 就会看着这些有斑有点的篱笆 雅各相信 当羊群每天看着 看着 最后生下的羊 一定会是有斑有点的 结果 真的如他所想 因此 雅各极其八大 得了许多的羊群 亲爱的朋友 雅各的这份信心 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的应许 和他对上帝的信任 那些有斑有点的树枝 其实不是给羊看的 而是给他自己看的 雅各从早到晚一直看 以至于他脑子 充满了有斑有点的样子 那个有斑有点的图画 已经深深印在他脑子里 深刻到让雅各相信 这些羊都可以长出斑点 而上帝就透过他心灵的图画 创造出神迹 在圣经中有一句话说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因此 你要对上帝有信心 相信上帝 能够为你成就不可能的事 当你拥有了成功的思维模式 你的人生就必能更上一层楼 展开全新且充满神迹的人生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asy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